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公布2019年世界人才報告 台灣表現要升到全球第20名 創下2013年以來新高 台灣在亞洲只排在新加坡和香港後面 領先日本、南韓還有中國 認識洛桑管理學院公布二零一九年世界人才報告 在六十三個受評比的國家中 台灣排名第二十名比二零一八年大幅進步七名 在亞洲地區國家中 我國是排名第三 僅次於第十名的新加坡 以及第十五名的香港 領先南韓、日本及中國 這份人才競爭力評比共分為三項指標 台灣在這三大類指標都比去年進步 其中人才準備度大幅提升到第十二名比去年 進步十五名 投資與發展人才則進步一名是第二十四名 信與留住人才進步三名為第二十九名 不過IMD也點出 台灣若失項目為對外籍高階技術人才缺乏吸引力 還有生活成本相對高 佔兩項排名為全球第四十八名 我們針對這些外國人在台灣工作 我們還是有很多的限制 現在外國大學畢業生 他都需要有兩年以上的工作經驗 而且他的月薪必須達到四萬七千九百七十一塊 也幾乎就達到四萬八千塊 他們要攜帶家倦隨他工作來這邊讀書 那小孩到十八歲了 小孩就必須要離開台灣 針對吸引及留住人才仍屬有改進空間項目 國發會未來將持續檢討 松綁專業人才引進與移民相關法規 積極推動新經濟移民法草案的立法 希望能吸引與留住更多人才充沛我國人力資源 記者為陳立峰推報導 字幕志願